把表演演戏这个工作好像有点神圣化 就是觉得啊这工作特别了不起啊什么的 其实有什么了不起的 就是跟大家一样就是上班 因为一句话得罪了半个娱乐圈 不展博的金世佳这些年到底经历了什么 在爱情公寓第一部成功的出圈之后 金世佳凭借展博这一角色成功的被观众熟知 但同时他的戏路也被展博这一角色所限 似乎被困在了公寓当中了 他深知演员不能永远被困在一个角色里 于是他想尽办法去突破斩博这个角色 但是想要突破这个角色让观众重新认识他 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好比大家总是无法脱离曾小型的滤镜去看陈鹤一样 对于观众来说 想要改变既定印象就需要用另一个印象来取代 但佳佳和王传君算是打破魔柱的典型 但佳佳这些年一直在尝试多种类型的角色 每次都会让观众眼前一亮 他已经从小姨妈变成了公认的实力派 2018年爱情公寓中光顾神奇的扮演者王传君 因为不是药神中的精彩表现 他也凭借这部电影成功转型 彻底打碎了观众神奇的滤镜 剧中王传君扮演的病人角色出神入化 他改变的不仅仅是戏路还有外形 曾经的王传君是阳光少年型 现在的他变成了沧桑范的大叔 如今他已经不需要拼颜值 而是用演技去征服观众 在爱情公寓的一众主演中 金世佳和王传君很像 他们都是半路下车 对自己的演员路有着清晰的定位 金世佳在微博上对王传君说 不能什么戏都拍 什么面都露 什么热度都蹭 还说王传君做的已经比他好了 二分爱情公寓 当这段话一说出 金世佳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很多人说他装清高 靠爱情公寓火的 结果现在又把他踩在想象 此前他在一次采访中 再度因为一些不恰当的言论 翻车被骂 金世佳立老艺术家人设 质疑流量明星没能力 但最好 却被前任老板于震撼化 金世佳谈到现在的流量明星的现象 你唱歌不行你跳舞 跳舞不行你上节目 上节目不行你拍戏 那像我们这种只会演戏的呢 就是你们已经占了很多便宜 批评流量这件事 很多老戏谷也做过 网友却对他们的态度截然不同 原因便是金世佳本身的实力 并没有受到广泛认可 他的发言难免会让人觉得 是吃不着葡萄咸葡萄酸 除了抨击流量的言论之外 金世佳还因为发朋友圈翻车了 你如果真的有可以愿意 就是说我有感而发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事 我当然很愿意跟你去分享 你出门只喝杯珍珍珠奶茶什么 关我什么事 那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我是不是想看到你的日常 真的没什么值得分享 因为这段话 金世佳被网友们称 不要太过自作多情 还有不少人吐槽他自命不凡 一开口就给自己招黑 金世佳在这次采访中 也回应了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拍表是自己不是一个 很有天赋的演员 也承认他之前有一段时间 比较分事寄宿 电视剧不演 电影也不拍 没房没车没固定收入 看了金世佳这些年 过得并不好 所有记者问他 为何不去接一些偶像剧 这样红得快也赚得多 金世佳回答 那我要去赚人气 赚热毒凑CP 把我前两年嗤之以鼻的事 都做了吗 编剧于正曾在网上 公开评价金世佳 明明演技那么好 却老想当艺术家 这不拍那不拍 白白耽误了这些年 还哭口婆心的跟他说 再不红他就老了 于正的话不无道理 可金世佳似乎还是 很难摆脱孤傲的个性 不愿迎合市场 只愿专心做自己 如今金世佳被前任老板喊话 也不知他本人心里 究竟会做何感想 有着青年演员中的 陈道明支撑的金世佳 为什么到现在还没能大火 有人夸他演技出色 说他是新一代 青年演员里的中流砥柱 是青年演员中的陈道明 2017年有李线主演的 首部和神 赢得不俗的口碑 李线塑造的郭德友 这个角色让人眼前一亮 三年后 和神2基本还原了 原著小说的精髓 但主角却从李线 变成了金世佳 网友夸赞和神2中 他的演技 比李线更加纯熟 塑造的角色 也更加稳重 他的表演 也把这部剧 推向了新的高度 金世佳出道以来 几乎所有的角色 都能看到很明显的表演痕迹 他似乎是千人千面 比如爱情公寓里的展博 和和神2里的郭德友 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角色 以至于34岁了 依然没有能让人 印象深刻的代表作 有人会说 一个勺子 这部戏金世佳 确实和以往不一样 而且这个傻子的角色 确实也贴合他性格 只能说 金世佳遇到了一个 适合他的角色 这种适合降低了 他对演技上的要求 事实上 一个勺子 帮助陈建兵拿到了影帝 而最佳男配角提名 给了本片的王学斌 在包括金鸡奖和 北影节在内的多个大奖上 金世佳没有获得任何提名 这部片是陈建兵的代表作 不是金世佳的 最近正在热播的 《烈罪图鉴》 由谭剑刺 金世佳主演 该剧自开播起 对于金世佳来说 彻底撕下陆展博标签 应该不是难事 对此你怎么看呢